美女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女性朋友要注意看啦 想減重瘦身還是要健康 小心吃錯飲食搭配 讓你踩到大地雷 就讓今晚的好辣醫師團 來幫你解答 今晚也邀請到三位女星 他們是否也吃錯搭配了呢 今天好辣醫師團 我們要探討什麼呢 就是探討一些網路的資訊 到底是證據還是錯誤的 第一個我們來看 七八年前我就專心致力於 豐胸這一塊 那我就知道 豆漿它可以豐胸 我網路上爬文爬來的 所以我有大概長達一年的時間 我每天都照三餐喝豆漿 不加糖的 我看很多上班族都會 早餐或學生 可能會去買什麼熱奶 三明治的早餐 有的人會去喝豆漿 比較傳統的 因為我自己有子宮肌瘤 可是所以那個時候 人家說如果你有子宮肌瘤 在這個方面的話 對於這種補就要很小心 所以這句話妳是聽過的 有聽過 網路上有這樣子的流傳 可是我是 我不敢喝豆漿 因為我喝豆子會過敏 所以我還特別去吃那個 大豆懶鈴脂 因為我覺得我生完小孩之後 變很醜 就是跟少女比也會變比較醜 那大家都說吃 如果不敢喝豆漿的話 那妳就額外補充大豆懶鈴脂 妳會像有女性荷爾蒙一樣 會變得比較漂亮 是 所以我就會額外去補充 可是又看到網路上說 如果你補充的太多的話 我也是有那個子宮肌瘤 那妳怎麼看待這個 妳認為對的嗎 我覺得是對的啊 我們有荷爾蒙嗎 謝忻呢 我覺得有可能耶 有 我那個時候 懷孕的時候 有特別問醫生 所以他就說 因為不能過量 所以我就是只有每天 早上喝250cc無糖的 喝豆漿會造成子宮肌瘤變大媽 這個問題我是選X啦 其實 適量就可以了 那豆漿它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它裡面還有這個 植物性的大豆液黃銅 植物性的大豆液黃銅 有點類似我們女性荷爾蒙 只是說 它的比例是非常的低 大概我們 因為我們豆漿煮出來 摸出來它還要泡水嘛 比例大概只有0.2%到0.3% 再加上植物性的荷爾蒙 它本來就比我們一般開的藥性的荷爾蒙 大概小於1%的藥性 所以它的比例真的是 含量是非常低 那有些 再加上說豆漿它濃淡不一 有時候市售大部分是水 到底裡面豆漿的成分是佔多少 其實是很難說啦 所以豆漿它其實對我們女性 不論是剛剛講的是 養顏美容的部分 或者說更年期的婦女 它都是非常好的 但如果說你的子宮肌瘤 真的是比較大的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比較偏向保守 因為民眾在喝豆漿 我們不知道她在家裡是怎麼個喝法 如果喝過量 或者說她每天只用單一食品在喝 還是會有問題 像之前新聞就有報導 在內地啊中國那邊 她有一個大概6歲的小女孩 她媽媽就是每天打豆漿給她喝 那最後就變成說她是性早熟 一般我們的乳房發育會在月經之後 這個不是謝忻要的嗎 這就是我夢寐的 但是如果在6歲的女童身上性早熟會有問題 她以後可能長不高 那她月經可能會失調 反而會過度刺激卵巢 最後造成她整個少女期的發育 會造成她的問題 會遲緩 反而是不好的 那她還有一個更奇特的案例 是一個中年的男子 那她也是一直自己喝豆漿 把豆漿當水喝 就是自己喝 那她自己泡的話 可能濃度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最後她的胸部 沒有問題 那後來她豆漿減少以後 她胸部就慢慢萎縮回來 那一個女乳症那個 她有LINE或FB嗎 對 其實她是一個病 那除了這個豆漿以外 其實可以給民眾有個概念 其實很多食物裡面 都含有植物型的荷爾蒙 包括像我們平常吃的這個 那豆漿類 或者是說 這一些其實都含有一些植物型的荷爾蒙 所以如果說你的 就是說比較保守型的的話 還是會建議就是著量飲用 不要說過度 或是說單一食品 一直吃一直狂吃 這樣都是不對的 尤其像現在有很多的飾品 成品是大豆液黃銅的補充劑 包括這一類他們會建議說 所以比如說你不能只有豆漿 你要來自不同種類的大豆 豆腥的產品 它做出來的這個的效果 會是有加成的功效 我們自己門診比較不常 有子宮肌瘤 或有復發或回診 在我們這裡追蹤 我們最常見其實是更年期症狀 很多更年期症狀來找我們 但是它有一點矛盾 是它不敢吃我們的一層藥 西醫的這些雌激素 他們就用這個豆漿 或者是用豆類的製品 來做一個補充 可是後來事實上發現的是 尤其是更年期症狀 至少兩個月 你要連續喝喔 喝兩個月 有一點的人 有一部分的人 它是有效果的 那再講到說 跟這個雌激素有關的 我們知道更年期 還有一個很可怕的 就是骨質疏鬆 這些骨質疏鬆 在研究上來講 一半一半 所以其實說這個東西 它其實有一點類似 它取大豆一黃銅的雌激素 來恐嚇民眾說 不要喝豆類的食物 其實基本上它的吸收 在我們想像中 是沒有那麼大 那麼直接的效果 所以不會嘛對不對 基本上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說 剛剛講的那個 它喝豆漿 喝到便男性女乳症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想 你每天把豆漿當飲料 你的熱量一天攝取 會多出非常多 所以我相信這個人 後來是變胖 因為肥胖細胞 本來也會刺激我們的乳腺 所以其實不是豆漿造成 其實是它肥胖造成的 因為我之前你要封胸 我有一個病人 他也是 他想說豆漿可以封胸 他也是把豆漿當飲料 但是他就跟我說 他雖然胸部大了 但是他也多了10公斤 對 所以謝謝妳要胸部大 又要身材變瘦 那我家說 沒良好來不及 是啊 我想 直接一點 如果不相信 他技術先龍一顆嘛 很久以前就勸過我了 一顆一顆慢慢來 對啊 每個都想說 又要豐胸身材又 這個水水腰 又要瘦又要有胸部 不可能啊 妳看雅仑對不對 身材多苗條 這個我就不要求那麼多 因為真的一瘦下來 就是因為人家就說 胸部裡面大概很多的是脂肪 對啊 妳瘦也不會先瘦那裡 一定會 女生一定都是這樣 像我這邊遇到一個case 她是一個媽媽 那這個媽媽呢 她原本就是有子宮肌瘤 那就是醫師切除完之後 就請她來營養諮詢門等這邊 因為她就問醫師說 奇怪我如果有子宮肌瘤的話 可不可以喝豆漿 那其實我還要再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是天然的食物 其實基本上會在引發 它長子宮肌瘤機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還是有建議她說 你還是可以正常的喝豆漿 豆製品 那像豆漿就會建議 大概一天一杯到兩杯 那其實她有停進去 她就是每天就是這樣吃 可是過大概 為什麼 因為她的子宮肌瘤 又長出來了 所以也覺得很納悶 然後後來就是 醫生就是在幫她檢查 然後是在驗 然後後來發現 它裡面的一個尿液 有驗出一個叫 其實後來這樣追溫下來發現 她的豆漿裡面呢 其實是 對 為什麼 因為她就想說 我要買天然的食材 所以她就到市場去買那種 煮一大包20塊的那種豆漿 對不對 我就跟妳講 豆漿如果妳是真的 看到那個豆子的原因 幾乎不會產生問題 是妳豆漿怎麼做成的 對 而且其實我明白 覺得傳統市場買得很好 人家做完豆腐 剩下做成豆漿就是很天然 沒有加任何的添加 可是想不到她就是在 很熱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塑膠袋 再裝起來 所以讓她產生這個 子宮肌膠又復發的原因 是這個塑化劑 對 所以就會傳成這樣 對 就會傳成這句話 看到沒有 那後來呢 就是有跟她講 這在後續 然後有跟她講說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因為尿有驗出來了 那後來再請她就是 自己在家裡用打豆漿 就是自己買黃豆 自己打現喝 到目前大概三四年了 就沒有這個狀況發生 我們小時候都是媽媽買黃豆 那時候買回來自己弄 對不對 也可以做豆腐 也可以做豆漿 而且還有那個香味在 所以你豆漿的來源 是什麼 才是討論的範圍 不是因為說 污名化的豆漿 但是我覺得子宮肌瘤大家也要很注意 就是像我一些女生朋友 之前他們都沒有結婚 所以他們沒有定期去做那個 子宮抹片檢查的習慣 然後後來我一天就帶我朋友去 因為我是說 我是在做抹片的時候 才發現我有肌瘤 然後在懷孕的時候 人家說懷孕的時候 肌瘤會一起變大 可是它不會跟寶寶一起大成一個比例 它會大一點之後之後又消下去 可是它一照 好大 就是一顆球 椅子 待在它的下腹部已經超過35年 然後他就在下個禮拜 他就去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才發現說 他一輩子那個時候以前都以為 他永遠就是一個下腹部突出的女生 原來其實是那一顆 在他身體裡 拿掉之後 他小腹就平坦了 無論是有沒有喝豆漿 有子宮肌瘤的人 最重要的地方 還是在定期的追蹤 因為他永遠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變大 就算你沒喝豆漿 他也有可能會變大啊 那為什麼追蹤把它割掉就好了 要手術啊 要手術啊 不一定是每一個人都需要開刀的 因為它算是一個良性的疾病 大概這99%都是良性的 但如果良性的人說兩公分 像雅柔他可能不想動手術 假設到了更年期他會不會剝落了 大部分到更年期會慢慢消失 他不是剝落 他會萎縮掉 可是他也不是一下子萎縮掉 比如說50歲更年期 他可能到55還有一點點 56還有一點點 最後才慢慢慢慢真的萎縮 所以我的子宮肌肉變小 是因為我的更年期要來嗎 更年期 很緊張 沒有啦 妳還每一看青春兩夜 妳還每一看青春兩夜 也很緊張 不會啦 不能用這樣子來看 好 其實我之前就有個案例 他才28歲 他就是乳房裡面有一顆1.5公分的纖維線鈕 基本上是良性的 他大概固定半年半年會來造一支超音波 結果後來來造的時候 這支變成1.8公分 他就非常緊張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它會變大 這麼多年它都沒有變大 為什麼突然間會變大 我就說你最近有吃什麼東西嗎 他說他最近狂喝豆漿 我就說喝豆漿喔 他就問我說 那喝豆漿會是造成這個變大的原因嗎 他就問我說 我有聽到就好像網路上講 他就說 他也有子宮肌肉 他說那他這樣子喝的話 會不會連子宮肌肉一起變大 他就問我說 那他是不是應該停止喝豆漿 我就直接跟他講 我說不需要 為什麼 原因其實原因是這樣 剛剛就講說 豆漿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大豆一黃頭 那大豆一黃頭跟磁激素有什麼關係 我只能說他們兩個很像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 所以很像 為什麼 因為他很像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婦女 他會喝很多豆漿 來改善你更年期的症狀 因為他其實 他也會去接受那個 因為女性的荷爾蒙要作用 他會先接受在一個 女性荷爾蒙的接受體上面 再去發揮他的功效 那個大豆一黃頭 他跟女性荷爾蒙 因為長得很像 所以在很多地方 他可以代替女性荷爾蒙的作用 但是在很多地方 他反而是阻擋了女性荷爾蒙 像比如說在子宮肌肉的部分 他也是需要女性荷爾蒙去刺激才會長大 可是在那個地方 大豆一黃頭會跟他競爭 所以有時候 你喝大豆一黃頭 反而會保護你 所以很多時候人家說 有一些 比如說你補充一些女性荷爾蒙 你怕得到很多一些癌症有沒有 可是有些報導反而說 你吃豆漿的話 反而會降低那些癌症的發生 就是因為那些女性荷爾蒙會被你擋住 重點是來囉 重點是一樣迷陽百樣人 我們確實有看過 喝豆漿喝一喝 子宮肌肉變大的 也有看過喝豆漿喝一喝 那個乳房纖維肉變大的 所以到底要不要喝啊 不是 就是說 基本上 原理上來講應該是說 基本上他是不會的 可是有一些人體質是很特異的 他就是會 沒有百分之百 沒有百分之百 但基本上他是不會的 在我們中醫最常被問到的 其實像喝四五湯 十全大五湯的這些 就是會不會讓子宮肌肉變大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爭議性 但目前真的還是有爭議 因為其實到底喝什麼 或是吃什麼會讓肌肉變大 醫學上來說 其實這些必須要醫學的 就是我們要大規模的 臨床的試驗或是動物試驗 還有流行病學的調查 整個一個很嚴密的一個追蹤之後 我們才可以說 吃這個會造成這個增大 所以到底你說吃這個生藥 或喝豆漿 或是吃四五湯 十全大五湯 會不會造成肌流增大 那目前是有爭議性 也因為有爭議性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疑慮 不管你直接進步 你就去找醫師來諮詢 或者說你吃四五湯 你有疑慮 那你就找中醫師幫你看診 那其實都是比較安全的 我有一個案例 那是我女兒的同學 大概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她大概就全班最矮的那錢 一兩三個 媽媽就來求救 看怎麼辦 那一問 它不是只有豆漿問題 因為台灣的媽媽很迷信這些食補 甚至像剛才中醫師講藥補 國小就開始什麼食拳 藥燉排骨 冬粿 結果發現怎麼吃這些 不但沒效反而是最矮的 那其實她就是一個亞苗助長 事實上她這些藥材裡面 還是有植物性荷爾蒙 她其實不是長大人 長不過 是太早 所以她的去 等到我們介紹她去小兒科 看那個小兒的內分蜜科 她去測她的骨頭密度 去測她那個荷爾蒙的濃度 結果她是太早 過頭了 所以她的古年齡反而提早跑 她實際年齡才十歲 古年可能測出來已經十二十三歲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已經確定有這個問題 反而要去醫治她 不要讓她跑那麼快 那這個時候反而會長不高 所以這個還是要回歸專業 所以我一直講的 這個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靠 就是要靠 喝大量的豆漿來補充女性荷爾蒙的話 你不要讓小孩子喝太多 因為有時候 就好像我剛才講的 雖然同樣她真的不是女性荷爾蒙 她是大豆乳黃酮 可是她真的很像女性荷爾蒙 然後在有些人身上 她就會真的很像女性荷爾蒙 所以你給小孩子喝太早 有可能她月經可能就會來太早 可能就長不高了 來接下來我們看臉色慘白 容易頭暈 所以趕快補貼 懷孕的時候醫生都會叫我們補貼 我子生後還沒覺得我會頭暈臉色慘白 只有懷孕的時候醫生就說你要額外補貼 所以這個是對的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後來就停掉沒有吃 我也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因為我吃反而會便祕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再補貼 從懷孕停掉之後到現在都沒有再補貼 我自己覺得就也還好啊 我是生理期那個 那一段期間我會非常的明顯 就是臉色非常的白 然後我體力很不好 每次生理期的時候我玩遊戲 就是一上槓 然後一秒掉下來 那就是我生理期 我非常就是很 沒有沒有 輸找藉口 然後我都被工作人員罵說 你真的爛透了一秒就下來 那個就是我生理期 我那個狀況很容易辨識 然後我就會去補貼 就是有時候以前會買 以前會吃豬肝湯 阿嬤跟我講說 你就去喝一碗豬肝湯 然後吃它的豬肝 那我真的有覺得說有比較好 然後後來就是長大了 然後懶得去買豬肝湯 我可能就會去買一些 那種買的那個鐵劑啊 健康食品 一定一定定狀的那種來補 都是補心鞍的 因為之前有那種 什麼含鐵什麼什麼飲 然後什麼含鐵的發泡錠 可是那個泡下去 真的就是會喝到鐵鏽味 真的 我跟你講他 那個就是有一個鐵味 鐵鏽味有用 因為我們家的動物喔 牠常常在家裡沒事 就在舔生鏽的牙 那個鐵不是那個 真的是 真的是 那個鐵快 你比較快 然後牠在舔那個生鏽的牙齡 妳覺得動物補鐵是這樣子嗎 對 牠在舔生鏽的牙齡 狗貓在鐵軌上舔 不然牠在舔 然後我爸就說牠在補鐵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爸應該要去補腦了 所以我就網路上爬文說 動物在舔生鏽的東西是為什麼 就網路上跳出來說 因為牠在補鐵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一些發現說 好像真的是 不管是動物或人類 你當你會比較傾向吃一個東西 有些人想吃鐵丁 後來偵測出來 牠真的是缺鐵性瓶 有沒有 其實是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牠到底是不是 完全是湊巧呢 還是怎麼樣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從一個生理機轉上去說明為什麼 其實瓶血有很多種 如果是缺鐵性瓶血 那就剛好可能會沒事 可是如果是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常聽的 地中海型瓶血 或者是有人會講它叫做海洋性瓶血 那其實這個呢 跟鐵就沒有關係 而且它反而還容易讓鐵質 留在我們的體內 那它要補什麼 如果這個時候 它在補充鐵劑的話 反而會讓我們的 心血管疾病 跟一個癌症的發生率是會提高的 是喔 對 那其實像 國家那個衛生研究院 他有去研究有發現 如果我們血液裡面的鐵質 是過高的話 其實發生癌症的機率 會沒有亂補充 那死於癌症的話呢 又會高到39% 對 所以鐵質真的不可以亂補 而且鐵是不好代謝的 非常不好 鐵人體裡面有吸收鐵的機制 但是排鐵的機制很差 現在只能從肝臟裡面 但是排的效果也不會很好 所以如果你鐵中毒很麻煩 是不是吃太多什麼豬肝牛肉 內臟這個鐵多 那些裡面都有鐵 但是你從那個地方 要吃到鐵中毒不容易 其實就會建議 其實男生如果你不 因為女生都會有月經來 所以其實你的鐵質就是會這樣子 排掉 會自然排掉 那男生怎麼辦 那男生的話我建議可以 就是定期去抽血 像大家都不知道 像女生的話 你常常吃那種補鐵劑 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每個月定期會排掉一些 所以那個還好 可是男生的話就很慘 因為像有人他就會誤信說什麼 沒事就去補鐵補鐵補鐵幹嘛的 以為說血紅樹裡面鐵越多越好 他就會有這種很奇怪的想法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 確實有看過個人因為鐵中毒的 鐵中毒而出事情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你的鐵 如果身體裡面太多 它就會沉積在三個地方 中毒會怎麼樣 一個沉積在肝 一個沉積在心臟 還有另外一個沉積在胰臟 這我們上個都看過 我看過肝的跟胰臟的 那個肝的case就是四十幾歲的男性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啼笑整天在補鐵 他就不知道同樣你看到 就覺得鐵很好 就吃吃吃 結果他來急診室 來的時候是乾衰解 因為那所有的鐵 都沉積在肝臟裡面 他來的時候是大黃蛋 現在又容易買到 一看到有鐵汁就買了 對 他就買了 那時候他來的肝臟是解決的時候 我們以為他是B型肝炎還是C型肝炎 結果測了半天通通都沒有 後來才知道 問了他就說 原來他是自己在補鐵劑 補到乾衰解 後來那個病人是沒有事的 後來他是自己就回復回來了 那另外一個 我們也看過一個 我們也覺得很怪 開始問他有沒有家族死 看起來又瘦瘦的 奇怪怎麼沒事會糖尿病 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一般會糖尿病 應該會比較胖 比較年輕發病的大概都是 就是有點類似自體免疫的毛病 那種就是會比較年輕 可是他完全都 也沒有家族死什麼都沒有 就莫名其妙會糖尿病 後面一問也是鐵劑的關係 像我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大概30歲的男生 然後他就是都有打籃球的習慣 那他就覺得每次打完 就是會臉色蒼白 然後都覺得很想要昏倒 每天都這樣 可是他很特別明顯 連他的同儕 都跟他說 你要不要去買鐵 你這個可能是貧血 所以他就自己去買鐵劑這樣補 他大概補了兩三年 但是他的狀況都沒有改善 那後來呢 是因為公司的那個健康檢查 他去檢查 發現他確實有貧血 但是呢 因為他這個 要另外再加做 還要再另外花錢的 就是驗你是哪一種貧血 那因為他因為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有加驗 結果後來確定他是 乙型的地中海型的那個瓶血 所以這個東西跟鐵是沒有關係 那怎麼治療他 又開藥 像這個的話 他是屬於遺傳性 對 他是基因上面的缺陷 對 他會就是 你就讓他一直維持在那個 就好了 就是說 我們正常假設是十的話 那種人大概兩都是七八的 他其實久了就習慣了 那真的他很不舒服的時候 來 我們是輸血 我們是輸血 可是這種人 因為他的血球一生成就被破壞 所以他身體裡面已經堆積很多鐵 這時候你再給他補鐵更慘 而且這個 生了小孩也會遺傳對不對 會啊 像剛剛謝忻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想要先跟觀眾朋友講 他說他每次到月經來的時候 他就會頭暈 他就覺得那個時候他一定貧血 可是他有個觀念 其實我們在月經 一次月經量大概30到80CC的 血液流失 可是我們事實上 一個我們說HB 就是所謂血紅素 掉一大概要250到500CC的血 所以基本上你不會因為一次的月經 而造成貧血的狀況 所以不要說你 你覺得說你最近不舒服 你就去補鐵 其實那樣反而是錯誤的 你覺得你是長期的不舒服 你應該先去抽血 那他為什麼會頭暈 有些時候很多很複雜 比如說金錢症候群 或者是月經來的時候 一些不舒適的情況 它會造成我們身體比較虛弱 應該是這些問題 還是看到對手太強的頭暈 沒有 因為很多女生就是覺得 驚奇到的時候 我就是很虛弱 對 我就是不舒服 所以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應該不是貧血造成 因為貧血要造成你頭很暈 要造成你血壓低 那個血紅素要掉很多 對 還是假暈嘛 對 這嬌嫩啊 就是說臉色慘白一頭暈 就趕快補鐵 這個在我們來看 醫生來看 其實這個叫做 錯錯錯連三錯 他第一個錯就是 他先自己下診斷 他自己臉色慘白頭暈 他說我貧血 他自己先下了第一個診斷 這已經錯了 因為這個慘白頭暈 不一定是貧血 你喝醉酒喝完太多 隔天會慘患 你會頭暈 對 那第二個 好 他一貧血 他就說我一定是缺鐵 他再下一個診斷 又錯 因為貧血不一定是缺鐵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了 然後第三個錯 說啊 所以我要補鐵 對 所以這三個地方都有可能錯 他錯一個地方就不對了 但是這是大家一般民眾最容易犯的錯誤 然後到了門診 其實來門診以後 他只要跟醫生驗證說 你看 我是對 然後抽血出來 醫生說 對你是缺鐵性貧血 然後他就馬上轉頭跟他講說 你看你看 我就是我缺鐵嗎 你就不聽 對 他就是這樣 不過確實的話 女性 有一部分的人 她天生帶有疾患 比如說她有子宮肌瘤 或者說她有一些子宮肌腺症 她在月經期間 確實她的血紅素會稍微降一些 因為她可能流血流的量非常的大 那這些病人 我們有時候會先給予鐵劑治療 治療到她血紅素比較穩定了以後 再來開刀 所以她還是有一些好處 只是說 你不能自己亂補 你要先確定說 你就是這個問題 造成你每次月經來 你可能血紅素就掉到8 掉到7 那有可能補鐵補了三個月以後 可能血紅素恢復到比較正常 9、10 我們才感動到 也比較有安全性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例子都是 你是正常人 你不需要補鐵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臨床上 尤其子宮肌瘤 年輕的女生 她很容易因為這個問題 慢性的鐵比較低 我們其實在臨床上 最常遇到的 倒不是肝衰竭的問題 而是便秘 很多女孩子她其實 我們有遇過的Case是 她的正常女孩子血紅素12以上 她已經剩下7了 她當然也不想出書寫 她也不想吃鐵劑 因為她一吃鐵劑 她兩個年代沒辦法大便 可是女孩子很多很矛盾 有的女孩子她血就不夠 可是她偏偏又便秘 對 那妳在吃鐵劑 妳在吃鮮藥 吃軟便劑 妳可以在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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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妳就講 對啊 我不能吃 我就會貶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妳就配著軟便劑一起吃 所以 可是意思沒有 軟便吃久了 妳會依賴了 那就吃酵素啊 好不好 我們可以理解這種很可憐 因為我有個朋友 她的太太就是 在剛好懷孕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意外發現她是缺點性貧血 她就只補鐵劑 因為她為了孩子的健康 她就想說補一些鐵劑 葉酸什麼的 結果補一補之後 想不到她便秘 結果先生就每天幫她挖大便 所以其實 我相信這種Case是真的有的 如果妳是這樣子的人 其實如果妳真的那麼怕 有時候妳可以吃一點蘋果 所以有些吃蘋果 會便秘的問題 但是不要忘記 蘋果裡還有果膠 果膠本身是一個膳食纖維 它其實對便秘是有幫助的 其實我沒有聽說她有看過一個更發狂的人 她說 她也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年輕人 不曉得為什麼她突然吃超大量的鐵劑 結果她鐵酥脂被收到急診室 她來的時候 因為可能有可能不知道 你鐵補太多 你的腸子會黑掉 男生 男生 她男生 她是那個男生 男生不會有吃鐵的吧 我不曉得為什麼她吃鐵 她可能覺得屍體會變強壯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吃鐵 她吃完之後她的腸子黏膜就黑掉了 她整個腸子就是整個爛掉了 那時候她收到急診室 那時候我們緊急開刀 幫她把腸子接回去之後 她還給她打了很多的鐵鉗耳技 把她血液中的鐵通通都降下來 剛剛謝忻不是說 鐵那個小動物鐵雅鈴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就說 一定要用要吃鐵鍋炒的菜 因為鐵鍋炒菜 那個會含鐵 就是給我們女生補鐵 對 我媽小時候都這樣跟我講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是要告訴大家不要錯誤自己 你們一直在快說錯誤 我回答一下這個其實是對的 蛤 我過在煮的時候 然後其實有會加一些 譬如說像一些番茄醬 或者有點偏酸 其實這個是可以適量補充鐵 只是因為 鐵鍋裡面補充鐵 對 這是真的 對 這是沒有錯 我又這樣子 是真的 我們搞命了 所以我們家裡小孩子 含在鐵當中 所以其實以前 就不能再罵他了 對 又加一點酸 就是確實可以補充一些鐵子 所以其實以前的人 反而這個貧血狀況 不會有那麼明顯的嚴重 所以大自然動物 他自己會找平衡點 對不對 這樣講起來好像有點 所以我要把那些什麼 不沾鍋都換掉 換成鐵鍋 如果你沒有缺鐵問題 真的就不用 是因為你有缺鐵性貧血 才要補充鐵 之前有個病人 那他本來其實 他是43歲 那他本來想說 他的肌瘤已經7公分 他想說撐到更年期 他自己會萎縮掉 所以呢 可是醫師覺得他的肌瘤 因為他的精血量太大 血色素大概只有6點多 所以其實是建議他 乾脆切除掉 他就堅持不切除 然後他就自己去補充鐵劑 他自己去買 而且他還去注射鐵劑 可是這樣子半年之後 其實血色素不但沒有上來 他的肌瘤 他自己不曉得就突然 變成快10公分 那他自己很自責 說他是不是補充到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東西還是很有爭議性 對不對 也不敢肯定 其實醫師反而認為 這是可能不好的是惡性的 所以後來還是把它切除掉 接下來我們看 無油飲食比較健康 不易胖 跟我一起煉魚家的很多女生 他們可能比我大一點 40幾歲 然後他們就是 因為來煉魚家 是因為他們很想要健康 所以他們的早餐就是 水煮蛋香蕉 然後午餐可能就是沙拉 配點雞肉 一點點橄欖油 晚餐5點之後 就什麼都不吃 可是按理說這樣 聽起來這個飲食 他們應該年輕漂亮 又苗條又輕盈 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身材是比我瘦的 然後他們的臉非常的辣黃 然後斑非常的嚴重 精神狀況非常的不好 時時刻刻都想睡覺 我們是一樣 五六點起來 練完之後精神意義去吃牛排去玩 可是他們可能練完之後 就要去睡午覺睡一整天 而且會很乾 皮膚會很乾 對 因為好像缺 我那時候是這樣 是皮膚很乾 然後缺油脂的關係 就是整個皮膚皺巴巴的 我那時候每次吃蔬菜還是肉 我都要過水 而且是 就是過水過兩次 而且你會發現他們的油 都會集中在下半身 從肚子以下屁股都非常的寬 他們並沒有因為無油而變瘦 我們過去會認為說油就是不好的 所以只要你少吃你就可以變瘦 尤其是體脂肪可以下降 可是油其實有非常多好處 比如說我們身體有很多特別的維他命 它是維持我們身體機能所需的 比如說AD、EK 這幾種它是 所以如果你在補充這些東西 同時沒有攝取一點適當的油脂 它沒有辦法吸收到體內 剛剛我們都有提到 很多人都會反映說 它會造成皮膚蠟黃 它除了油脂本身以外 其實我們在維他命A跟E裡頭 它都含有可以保護我們皮膚健康 跟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沒有補充這些 你就很容易會造成皮膚乾澀 另外我們要知道其實 我們的賀爾蒙很多 其實是需要油脂去做合成的原料 所以你沒有的時候 就像剛剛講的 有時候女孩子你就會發現 她的月經或是她的一些磁性荷爾蒙 好像就變得有點失調的情形 最後其實便秘是真的會 因為我們其實發現便秘的三大元素 就是少水少纖維柱 跟最後的是油脂 再來講到說我們最重要 大家女孩子最介意就是 我其實有個個案我先分享 那個個案它是本身她T脂肪比較高 超標30幾 可是她是個瘦的女孩子 她就開始完全不吃油 因為她認為T脂肪跟油是化上等號 她不吃油就可以 結果後來她 就是她在半年內上升到40 那她很驚嚇 她都沒有吃油 她怎麼上升 對她很驚嚇她覺得怎麼可能 後來我們諮詢中 我其實就有跟她討論說 妳會不會覺得妳這段時間 妳雖然沒有吃油但妳比較容易餓 她說好像有 妳會不會吃很多澱粉 她說好像會 為什麼 其實這跟我們的消化有關 我們消化分蔬菜蛋白質跟澱粉 跟這個油脂類 油脂類跟蛋白質 它在我們的腸胃道的 消化的時間其實是比較長 有時候四到六個小時 蔬菜可能一個小時內就消化 所以你看妳吃蔬菜很容易餓 吃素的人很容易餓 很容易餓 那澱粉是大概兩到四個小時消化 所以妳會發現吃澱粉 可能兩個小時 妳肚子就開始咕咕叫 可是如果這時候 妳加一點油脂的話 它會延長我們腸胃道吸收的時間 所以妳本來吃完這一餐 妳可能六小時後妳才餓 所以她後來回想好像是她真的 吃東西的食物間隔變短了 身體裡面我們熱量的來源大概就是 那個澱粉類 蛋白質跟脂肪 事實上這在身體裡面 這三個是互相轉換的 就是妳只吃澱粉類 它也有辦法轉成蛋白質 它也有辦法轉成脂肪 所以不是說妳今天那個脂肪都不吃 妳身體裡面就沒有膽固醇 不是 還是會轉 所以之前我們有一集節目有提到說 妳今天如果說想要靠食物來降膽固醇 其實那個效率是很有限的 因為妳從其他地方也會轉過來 那滴油飲食的最大的壞處是什麼 是我們人體裡面有一種東西叫做 必須脂肪酸 那種東西是一定要從食物裡面去測取的 如果你全部都不自由的話 你的那個必須脂肪酸就會變得很低 它就沒有來源 對 就沒有來源 因為所謂的必須脂肪酸就是指說 妳人體是不能自行合成的 妳一定要從食物裡面獲得 那妳都吃滴油本來就沒有那些東西 所以之前還有人說 這個也有人在講 事實上我們後來做過 這個不是我做的 其實國外做過很大些研究 告訴妳說如果妳吃正確的脂肪 跟低油飲食來比的話 其實反而吃正確的脂肪 妳得到心臟病的機率反而比較低 因為低油飲食 並沒有讓妳的總檔股酸變低 因為它同時 因為檔股酸之前有提到過 還有比例的問題 還有好的檔股酸和壞的檔股酸 結果妳吃了低油飲食之後 妳的好的檔股酸 其實並沒有上來 反而下降了 壞的檔股酸反而上升了 所以反而對妳的心臟是壞處的 像之前我有一個病人 她也是來減肥 她也是想說她都吃低油無油 她試了一個月之後 她完全沒有變瘦 反而胖了兩公斤 那我說我都吃菜 我說妳吃了什麼菜 就問她的菜 因為她其實要有飽足感 所以她除了葉菜類之外 她會煮玉米 就是水煮玉米跟紅蘿蔔 然後蒸個馬鈴薯 然後涼拌蓮藕 然後蒸南瓜 它其實都是根莖類的店 所以她認為是水煮很清淡 可是她其實無形中吃了更多的店 所以她本來胖很 但如果餐餐吃什麼青江菜地瓜葉 應該是還可以 如果妳餐餐吃青江菜 然後蒜絲菜地瓜葉 妳就會覺得人生很索然味 然後妳就會喝酒解悶 是 妳會上升 是真的 其實像我們 如果妳在完全使用的是蔬菜類的 妳身體會有一種覺得 妳對自己好像虧欠的感覺 我們的腦中會有 尤其是墊粉類 對 其實這個是真的有的 那妳牆上可以畫雞腿啊 那些 要去舔她 無油飲食真的是比較不健康 我非常不建議 因為其實我們在臨床的門診裡面 有時候常常會遇到減肥的女性 她就是做無油飲食 結果她來的表徵 她是月經不規則 可是等到妳確定她是無油飲食造成的 或說她飲食上在減肥 所以她的量很少 然後都只是水煮的青菜 水煮的雞肉 最後妳要幫她調回來 因為飲食調調調 她要回到正常的月經 可能要半年以上 也許她只吃了一個月 可是她要調回來 速度其實是沒有那麼快 那我在這邊遇到一個個案 她是一個男生 大概30歲左右 然後她因為就是身材微胖 然後長很多痘痘 所以她就立志自己要減重 所以她真的也是 跟女生一樣執行無油飲食 所以她的蔬菜水 她都是用汆燙的 然後因為她長很多痘痘 所以她也不敢吃任何的堅果類 所以她生活裡面是完全沒有油 但是奇怪的事情 就是她的體重掉了一點點 但反而她的體脂肪上升 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她發現 她的頭髮怎麼髮線越來越高 然後掉頭髮非常非常多 好可憐喔 對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後來就叫她去檢查 結果發現其實她缺乏維生素D 那維生素D造成她掉髮 那為什麼會缺維生素D 是因為她身體沒有任何的油脂 所以就是沒有這個載體 就是把這個油脂 維生素D帶到人體裡面去吸收跟利用 所以造成她整個人是就是 而且她的那個脂肪酸就不平衡 所以她痘痘也不會好 然後又造成她嚴重掉頭髮 我有聽過無油會掉髮的 這個無油會掉髮 跟維生素D比較沒有關係 主要是必須脂肪酸不夠 對 維生素D比較不會掉髮 是減肥掉髮 我們講一下其實必須脂肪酸 那就是必須脂肪酸的問題 必須脂肪酸大家聽了可能會覺得很模糊 它大概就是一種多元的不飽和脂肪酸 比較常見的是在植物性的 像剛剛講的堅果類 那其實有些油類 我們炒菜的油 你知道選對了就可以 比如說橄欖油 甚至紅花油 菜籽油這些都可以 那在魚油裡頭其實含有EDA DHA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所謂我們的多元性不飽和脂肪酸 那所以其實像江醫師講這些 其實我們日常中 你幾乎隨時都拿得到這些油 只是可能很多人因為害怕而不去使用它 其實我們是多鼓勵 你每一種油適量的攝取 其實對身體就可以產生平衡的作用 剛剛憲美講那個 其實真正必須脂肪酸最多最多的油 是大豆油 是大豆油 是大豆裡面的油裡面 是含最多的必須脂肪酸 他就像剛剛講的那個橄欖油 那是Omega9 魚油那是Omega3 減肥會不會成功 一定會成功 可是會不會健康 一定不健康 這種人心肺功能很快就變差 我們腸子裡面本來要腸細膜 要很多脂肪的 那脂肪短時間全部都不見 它消化就不良 其實很多人覺得說 我不要吃這些油脂類的東西 對青春豆會有幫助 其實目前 當然這還有一點爭議 但是大部分的人已經認為 這個其實跟青春豆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不要吃油 青春豆就會改善 其實是錯的 這一點也是可以提供出來 就是補充一下 想起這心理影響 你長滿痘痘的 你碰到油的東西 可是我以前想要減肥的時候 我一樣滿臉痘 我現在毫無忌口 我什麼牛 我三餐都吃肉 可是我皮膚都沒有痘痘 所以我覺得真的 跟油和肉是沒有關係 那時候也是跟青春期過了沒有關係 對 我之前遇到一個比較誇張的案例 它是無油飲食 就是我們身邊應該也都有這樣子的女性 它就是有點 看到油就是很驚恐 它一定都是 不會 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 連早餐的蛋 什麼通通都不可以有油 這個人 其實後來我們是覺得 它稍微心理上有一些急患 它體重是沒有很重 可是滿臉痘痘 最後最嚴重 它是差不多這樣無油飲食 它自己自速 大概有接近一年 最後因為我們的荷爾蒙 其實它是在需要脂溶性的 最後它很誇張 是得到一個我們叫做 但是這個不確定 是不是跟它的無油飲食有關係 但是肯定是跟它這個不健康的減重 是有關係的 卵巢早摔症的女生 其實是滿辛苦的 因為它其實就變成說 不能排卵沒有月經 就是等於沒有辦法受孕 那如果是三十幾歲 就已經沒有得到這樣子的急患 其實它治癒力是非常的低 那大部分原因不明 但是可能跟 這樣聽起來 女生容易因為錯誤的減重 讓皮膚也變差 妳身體狀況也變差 妳看亞倫真的一直維持好身材 皮膚各方面狀況都很好 因為肌瘤變小 剛剛醫生一講我好緊張 不會 妳條件非常好 那妳都靠什麼這種保養 就是我會喝 那以前在懷孕那個前後 原本人家都會推薦那種大罐的 然後一開之後要放在冰箱的 大罐的吃比較多 用挖的那種 很可怕的是第一 你每天挖的時候 它會跟空氣接觸 很容易有細菌 然後再來 等你記得它的時候已經過期了 然後它會出水 所以還滿恐怖的 所以的話我就想找這種 它是那個真空包裝的 瓜哥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每天你 而且它是 其實燕窩 直接喝 就是現在 其實燕窩對肺部很好 對 因為有長期抽菸的 或者常常講話 像我們那種常常講話 這個很有幫助 就是說妳平常妳任何時間 妳就帶著 它不會說妳一定要冷藏什麼的 以前我接觸到的這種即時燕窩 裡面大概只有三片吧 真的 可是妳現在看到它 它好滿喔 很滿 每一口都喝到滿滿的燕窩 還有冰糖的 對 然後呢 而且它口感非常好之外 因為這一家 他們是在泰國 他們有自製工廠 是一條龍的 因為一般以前 我有聽說就是 很多是代工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 它的燕窩來自於哪裡 或是中間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缺點就太少 一下兩口都喝掉了 沒有 也可以喝喝看別酒 你會吃光 而且它那個 最壯是說 這吃到飽了 謝謝 吃到飽 真的很好喝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方便 然後很好喝之外呢 然後在它有 140道的把關 而且燕窩最怕喝到什麼 會喝到假的 對 他們是說 有時候你 不是有時候還是什麼魚皮 白木耳 而且他們說你兩片放在那 乾燥的時候 其實肉眼是看不出來的 那他們是有經過這個 FTIR的一種 世界級的鑽石級的檢驗 這絕對是真的 我剛剛喝的 有吃得到燕窩的口感 有 一般有的燕窩很稀釋 喝起來就淡淡 對 其實我們也真正去買過那個 一盒也很貴 回來煮 差不多燕窩口感 我有買過一盒的 然後放在冰箱 就被家裡的人偷吃 是不是 所以還是小罐小罐的 比較方便 而且不要放冰箱 它是可以常溫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上面有一個 藍色的標誌 它就是一個 世界級的金獎 品質金獎 所以我覺得挑東西要讓氣色好 或是 而且這個是 零膽固醇 然後沒有任何的添加劑 所以要找品質好的 然後 而且它 任何的通路都買得到 因為我覺得 喝這個即時燕窩 就是你平常每天一瓶 你可以自己 像我自己有時候還會加 譬如說膠原蛋白粉在裡面 什麼的 那你就是隨時想要補充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 你定時去喝 你的 你的 然後會變漂亮 那最重要就是要找到 很方便的 很好喝的 那回去要不要冰冰箱 不用 它就是 妳現在溫度都那麼高 因為這個是真空 我們剛剛聽到 妳聽喔 有 它有一個 那個聲音 就是因為它是真空包裝 所以它不用 有這個氣溫的問題 有嗎 有 你跟我 再來猜一半 我也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知道吧 我聽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因為這個就是它 可以保存的原因 我聽聽看有沒有 真的有 其實想喝 瓜哥 二號 燕窩真的是我們中國的 四大補品之一 四大補品是哪 四大補品 就是 那這裡面 人生 鹿融 然後 那個 燕窩跟肉桂 那其實這裡面 我覺得四大補品裡面 人生 鹿融跟肉桂 都是比較偏溫熱的補品 它其實比較適合 北方在溫帶 跟寒帶地區 那台灣其實台灣是雅熱帶 因為台灣是比較 就是比較 雅熱帶比較潮濕 而且加上台灣人都喜歡吃一些 麻辣瓜 辛辣炸烤刺激 又喜歡吃冰品冷飲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 台灣人體質大部分 很多病人說 醫生我到底是 靈背還是燥熱 其實大部分都是寒熱錯雜 跟氣因兩虛的體質 所以 以燕窩來說我覺得是 這四種補品裡面 目前最適合台灣的人來進步 因為燕窩它性味 我們中醫古書說 它性味是乾平 所以它平性 所以它可以潤 它剛說顧肺氣 可以潤肺之音 它可以補腎益氣 所以很適合這種 氣因兩虛的體質來使用 所以其實不管是 我覺得不管是我們一般的人 老人 小孩 孕產婦 所以它說懷孕的時候 可以幫助養胎跟護胎 然後再產後 可以幫助恢復體力 或是說 有些像 這個生病之後 體質比較虛弱 其實燕窩都還蠻適合 所以有時候你生病 朋友生病想說 要買什麼補品去給它 那其實我覺得燕窩 就是還蠻好在 做月子什麼都可以 對 其實都還蠻適合 正理用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 但是我剛剛說 燕窩性味是乾平 可是如果你吃的時候 你把它放冰箱裡 從冰箱拿出來吃 它的性味就變成韓性了 對 所以其實很重要 所以它才要正空包裝 對 它其實說 指引老話 我覺得是比較方便的 我以前有收過那種 你要把它 好像也要把它加熱的 然後也有收過 只能放在冰箱的 那都不好 因為加熱我沒有時間 放冰箱的拿出來你吃的 女生一直吃冰的 你再好的東西吃冰下去 都是不對的 我有個問題 我剛剛喝三瓶嗎 你喝三瓶嗎 不是 不是 它那個 你看 喝到這瓶沒有糖的 對 這瓶是沒有味道的 那個有一點冰糖的 分不同的等級的 其實以前我在吃燕窩 我都不加糖 因為加糖是 對待 我們會違反 有的看沒有糖的 好 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瓜哥有提到無糖 那為什麼傳統 它的這個燕窩 都是用冰糖來 跟燕窩一起燉煮 那主要是因為冰糖它本身 它有 有潤肺之音的功效 所以再加上燕窩一起燉煮 它可以讓我們潤肺 保護我們的肺 支氣管 還有我們皮膚功效會更好 我想這個 有時候我們賺這麼辛苦賺錢 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這種保養品是不能缺乏的 尤其在網路這些充施各種健康資訊 有疾病還是要聽專業醫師的判斷 千萬不要聽信謠言賠償健康 定時要檢視自己的健康情形 才是最佳的解決之道 謝謝大家 謝謝 精靈寶可夢遊戲正夯 你知道長時間使用3C產品 容易造成視力受損 所以平時可以攝取一些 不含維生素A的胡蘿蔔 橙黃色和綠色蔬菜 以及食用一些像枸杞 菊花 絕民籽這些沖泡茶飲來飲用 另外 教大家兩個簡易的穴位按摩 我們用兩手中指的指部 按壓位於眉頭的閃竹穴 以及位於我們眼內角 靠近眼眶谷內側的精靈穴 這兩個穴位可以多按摩的話 可以幫助相機眼壓 改善眼睛酸色疲勞 對於預防眼部奇幻是很有幫助的喔 當你騎的時候 女性的荷爾蒙處於全面的低下狀態 我們臉部的部分也要加強保湿 那臉部的部分我會建議 而且還富含有神經西安的面膜 身體的部分也會加強保湿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半生浴 半生浴的時候 我們在裡面可以加一些 含有這個海鹽成分的泡澡劑 它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NASA的循環 也可以促進全身的新陳代謝 這些都是一些小撇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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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